明朝末年,有一位大将,冷王冷武,是明王朝的重臣,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重臣大将,却在松山之战后将军,沦为二臣。 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正式编转的二臣传中收录了此人,此人就是明末大将洪成仇,明末,洪成仇这位大将被俘口名词不详,皇太极的妃子说,我来,经过这夜长谈,一日后,大将将了。 洪成仇出生于平寒家庭,十一岁辍学,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,干活之余,聪明好学的他,经常去爬在学馆的窗户上听课,有时还帮学生做一些对子。 不久后,剧人洪启英会演示英才,拧备收家平寓学的洪成仇为图,成仇在启英的悉心教导下,进步很快,他有一篇作文,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,洪启英越南大喜,批语,家居千里。 国师万军,1615年,23岁的洪成仇复盛参加乡市,为以茂科中世第十九名军人,1616年,洪成仇复经会使,连杰登科,为炳成科殿上二甲第十四名,次进世出身,从此他的为官之路开始了。 明末,天下大乱,高营祥,李自成等人举行了起义,崇祯皇帝慧眼失财,遂派洪成仇任陕西三边总督,镇压了农民起义,在镇压农民起义中,洪成仇立下起功,大的李自成大败,仅于十八起走入陕南商落山中,洪成仇因镇压起义,得到升官。 崇祥十二年1639年,洪成仇仇仍寄了总督,成为了全清,一方的大将。 崇祥十三年1640年,东,秦军共锦州及宁远,洪成仇派兵出援,白玉塔山,兴山。 崇祥十四年1641年春,洪成仇又遭到了失败,崇祥十五年1642年1月,洪成仇在松山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后, 因成忠良事殆尽,松山副将夏成德后请清军,越拿儿子夏树作人制约将。 三月,清军应邀夜宫,松山城破,洪成仇,寻抚丁仰被俘,战败后,洪成仇被清军俘虏, 押解到了圣经,关在皇宫内的三怪尿里,在这里,洪成仇整天破口大骂皇太极,他拒不投降,宁死不屈。 每天披头散发,光着脚,不吃不喝,他英勇无畏地说,我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了。 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,见洪成仇不吃不喝,死不投降,认为他是条汉子,此人可以重用, 所以不舍得杀他,想把赵人进行劝降。 皇太极动用了圣经城中所有能动员的力量,前去劝降洪成仇, 其中大部分是洪成仇以前的同事、朋友,其中有个人叫范文成, 根据民间史料记载,范文成去劝降使,洪成仇对他破口大骂, 聚不投降,宁死不屈。 根据民间史料记载,范文成劝降失败后, 皇太极因此焦灼不已,茶饭不思。 在这关键时刻,有一个女子妃子震了出来,她对皇太极说, 你别着急,我来,我亲自出马,去试试。 这个妃子名叫孝伯尔基吉特布木布泰,也就是庄妃, 根据民间史料记载,一天晚上,正当洪成仇躺在光板床上, 忍饥饿,只求素此时,哭门一股奇香扑鼻而来。 她一阵后,微张开双眼,只见面前进站着一位满洲俏丽贵妇人, 此女子容貌美艳,苗苗挪挪,发乌黑油亮,万似嫩某, 手如葱霸,苗朴的身材如风拔羊柳,出水芙蓉。 这个贵妇人正是庄妃,洪成仇见到庄妃后, 见她是一个俏丽女子,最撤去了防备, 庄妃先开口说,洪将军乃是栋梁之助, 如今交战,百姓困苦不堪,将军何不从中挑平, 岂不是报效了国家和保住了万千黎明, 清主仁慈,绝对不会为难将军的。 洪成仇听后一惊,没有答话, 她感到此女子不一般, 庄妃又说,听说洪将军有年故花甲的老母, 你若走了,谁来小惊他老人家? 洪成仇听后心中一酸,差点露泪, 庄妃见状,从带来的竹篮中取出玉壶, 酒中,倒满人参汤说,洪将军已决心一死, 这是送请酒,请一下,洪成仇看他眼, 沉默一番,一口喝了下去,酒刚一入口, 洪成仇决出了这不是毒酒而是人参汤, 心中不由一喜,连饮树杯,庄妃已护成其唇, 又说,洪将军数日饮食,身子虚弱, 再多饮气杯吧,庄妃一口一口给洪成仇冠下人身之, 又动之以情,欲之以礼, 给他说了彻夜的贴心话, 经过彻夜长谈后, 洪成仇想通了, 一日后,他下定决心, 投降,就这样, 经过庄妃设宴苦劝后, 洪成仇就为明朝大奖叫了清君,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庄妃劝祥。